一经即中国古老智慧之大成 太多人想学一经 可真能一窥其唐傲者 却是少之又少 想学好一经 但谁来揭开一经的神秘面纱呢 聆听刘君祖老师讲解一学 您会发现一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而是十一年代的一经 用又好玩的 自年轻接触一经 经营研究一学数十年 现为台湾周易文化研究会 创会理事长的刘君祖老师 对一经有其独到深刻的见解 又因其研究理工的背景 有着缜密的逻辑思维 因而在深奥难解的经文 总能条理分明 讲解的浅显易懂 更难得的是 刘君祖老师深入观察 时代趋势 涉猎广泛 因而能将一学活用 无论是领导统域 经营管理 人际关系 婚姻家庭 养生修行等课题 都能借由一经 来帮助我们趋吉避凶 并寻求问题解决的最佳对策 您想在鬼诀多变 竞争激烈的二十一世纪 及早看清未来趋势 提升应变力与决策力 进而逢凶化疾 创造好命运吗 那么刘老师的先见之名 智者之言 您千万不要错过 但是人生 整个学这个疫经 如果只是为了 个人的趋吉避凶 甚至你大到组织企业 甚至你自己国家的趋吉避凶 这个仍然不是人生的究竟 因为他还是嫌太自私 就是落在一个 输赢的成败的里头 所以其实这个疫经本身 它真正的目的 是希望你站在 人生成功比较公算的基础上 趋吉避凶的基础上 要对社会人群要有贡献 叫开悟成悟 懂得开发利用 种种潜在的资源跟智慧 做成很多的大事 好 大致来讲 这个疫经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 它是question answer 然后 整个决策的行为 跟疫经有关 这个prediction 所有我们做的decision 我们不能只看现在 我们一方面还要了解 事情发展的过去 是怎么回事 第二我们要尝试预测未来 这是一定的 决策的这个测 这个字本来以前就是 占卦的石草 那五十根石草 一根石草就叫一策 所以疫经自古 就跟朝廷里军过大事 到一般市井小民 他人生碰遇很难抉择的 关口的时候 帮他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用的这么一套学问 有点像一个工具书了 下面这个没有办法细讲 就大致跟各位讲 前坎更正迅离昆队 因为他这个阴阳的这个配队 他每一个挂项都有 他基本的一个作用 一个现象 这个体性 这当然对学医经来讲 就很重要 下面就是医经的第一挂 前挂 他的经文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那我们刚才看了 这六个谣 旁边死状九 死状九就是贪命 时间中的变化 天天人人地地 就是空间中的布局 所以疫经中的挂谣 既象征时也象征位 它是一个时间跟空间的结合 这个是完全合乎 现代人的科学观 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后 我们知道时间跟空间 是不能分的 你在不同的时 你在不同的位 时变了 位也变了 然后这个是第一挂 叫钱 英文通常就译成一个 原创力的核心 就叫the creative 然后那个就是六个羊瑶 就是钱挂的符号 那么钱挂 那个钱就是挂的名称 原恒力争就是挂词 就是对钱挂所代表 这种情境中的一个宏观的总论 然后它就有六个谣 那个里面都是谣词 就是进入这个挂里面的 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time的时候 你的最佳对策 它那个情境的分析 那个叫谣词 潜龙无庸 飞龙在天 这样的东西 再来当然就是前面那个符号 那个一定是有了谣词之后 再把它规范化 那个叫谣题 题目的题 那个九就是羊 羊瑶的象征 六是阴瑶的象征 这个就是羊九阴六 基数偶数 这个是跟张卦里面 自然出现的现象是有关的 然后那个二三四五 就是瑶的位置 第二瑶到第五瑶 上九就是最上面那个位置 但是它不成九上 它强调那个空间 这是最高的一个位置 叫康龙有回 那里是一个羊瑶 然后出九 出是代表时间的观念 这个前卦 刚开始的那个时间点 叫出 那它是个羊瑶 叫出九 那么上九 为什么要用上 不用六 因为六是阴瑶的象征 如果用六会造成混淆 基本上就是这样 刚刚我们那个 已经那个前卦 做一个format 但是不要误会了 真正一斤的卦是立体的 它不是平面的 所以事实上任何一个卦 这个观念就很重要 它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 任何一个金字塔的组织 一个人事组织 它不同的位阶 权力位阶 越到下面基层越多 越到上面的管理阶层 人越少 它其实每一个卦 它是立体的 就是像这样的东西 六个窑 然后下面三个窑 就是被管理阶层 就是基层 就是员工 这个是下卦 那上面的就叫上卦 就是管理阶层 领导班子 管理阶层是有什么构成的呢 有三个不同的权力位阶 那个第五窑 叫军卫 CEO的位置 总统的位置 公司代表负责人的位置 领导人的位置 金字塔的塔尖 拥有最大的调度资源的权力 但是它也要负最大的责任 这个就是第五窑 那为什么不是最上面一个窑呢 物极必反 最上面一个窑 是留给退休的人用的 这上面也要叫大佬 离退休的 他任其道了 或者是什么什么 就是已经不在其位了 但是从政 或者曾经在位置上 大权在握管理的 现在退下来了 不直接负责管理了 如果不直接负责管理了 最好也不要干政 让年轻人出头 你在旁边提供咨询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 这个叫上窑 所以一退退下来一堆 那么真正在位的 现任的领导人就是第五窑 一军任何一挂 都是以上窑 上挂中央的那个位置 全挂第五窑作为军位 领导的位置 那么当然 第四窑就是他的中央执政的团队 如果是政府组织 他当然可能就包括内阁 民主国家 中央政策的形成 包括推动 也包括国会 像我们就立法院 这个就是第四窑的位置 他是一个整个政府的机构 那如果是公司 他可能就是各个部门的经理人 然后第五窑就是老板 看你是董事长 还是总经理 执行长 然后上一窑就是 咨询顾问的这么一个集团 帮他back up 第五窑负责 大方向的领导跟督则 第四窑负责提案 跟实际的执行 所以已经64瓜 就有64种不同的组织形态 然后看每一个窑 他是阳是阴 中间上下的关系 这太丰富了 好 那我们说这个上窑叫大老 第五窑就叫老大 所以每一个组织中 那个大老跟老大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出得好 是相得益章 变成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可能到最后 会有一点时间 我们现在台湾政局这么热闹 就是很多的大老 有很多很奇奇怪怪的声音 这个也没办法细讲 已经是帝王学 在现代的企业或者商业活动 还没有普及之前 已经这个整个是 几乎是为高层领导统议 政治决策分析用 这个是事实 而且它也很难 确实以前那个受的教育不够 你根本就不可能读懂这样的东西的 那么换句话说 有大量的管理经验 是来自于传统的政治 中国政治又早熟 那么它为什么可以运用呢 因为在易经这样的一个挂窑结构成立之后 它每一个高低不同的窑位 上下 它们中间有一个互动的关系 这个都有规范的定义 怎么样的关系是好 怎么样的关系是不好 窑记的互动关系 那么大致一个窑 它会估计到 你这个窑如果是个阳窑 那你最好摆在一个需要 你表现抗责任的位置 那个叫阳位 那么初窑 三窑跟五窑 它就是一个阳位 阳位上最好是有真财实学的阳窑 这个你的位置就摆对了 所有的组织人事管理 其实就是量财实信 好的人摆在正确的位置上 让它有创意的发挥 那么我们任何一个卦到手 看那个窑 如果是阳窑摆在阳位上 或者是阴窑适合做幕僚的 它就摆在阴位上 这个就叫摆对了 那么这个就叫正 还有就是第二窑跟第五窑 那个就叫中 它是在下卦跟上卦之中 上卦假定是代表中央 下卦代表地方 上卦如果是代表政府 下卦代表民众 上卦如果代表在朝 下卦代表在野 上卦跟下卦的互动 好不好 决定全卦的吉凶祸福 这个马上就用上了 那当然上卦也叫外卦 下卦也叫内卦 成于中心于外 一个需要在上卦在外卦 领导群众的人 他一定要有很深的内卦 内心基层的修为 那么这个跟过去大学讲 修其置评 格子成正是一样的 内地的修养越充实到了你外卦 上卦的时候 你不会丢脸 这是内外的呼应 那么从我们现在这种 企业的经营来讲 你如果是内卦的话 你可能是在 限于本土经营 是local的 有时候市场会饱和 那你要考虑 是不是要全球化经营 你就要从内卦进入外卦 你要提升你经营的档次 那么从内到外 会遭遇什么问题 会遭遇什么不同的挑战 这个在一经每一卦中 大概都有相应的一些分析 好 那么他检讨每一个遥 是中还是正 是百对的位置 还是第二遥 第五遥 第二遥第五遥 就是死状旧 最状的那个位置 先天就是一个好的战略位置 比初遥 比刚开始跟下去的那个遥 要好 所以二遥五遥 叫居中 合起来就叫中正的概念 那个遥本身的条件就最好 但是一个遥在一个挂中 是不是有最好的结果 不是只看他的本身的学经历 他的条件 他的才气 还要看他能不能广结善缘 他跟长官处得好不好 这个遥跟他在他上面的遥 遥际的互动好不好 还有他领导部署 有没有一定的领导能力 这个遥跟他下面的遥 那个遥际的互动关系 在一经中都有规范 怎么样叫好 怎么样叫不好 那个就叫陈秤应余 我们跟我们的直属长官之间的关系 叫陈 那么他就骑在我们头上 就叫秤 那么如果阴遥在阳遥上面 长官的能力反而不如我 这个关系是不稳定的 官大学问小 这个叫阴秤阳柔秤刚 他马上就会影响到这个遥辞的互动的一个表现 换句话说 我们除了自己好不好 还要跟组织中我们上下的种种的人际互动关系 决定这个遥最后的脊胸 但是这种人际关系 组织中的人事关系 大家都晓得这个是人生 几乎是最难的事情 错综复杂 是非也多 不是只有近距离的关系 还有隔三个遥的呼应的关系 像第二遥跟第五遥 第一遥跟第四遥 第三遥跟上遥 隔着两三个遥 但是有一个互为基角呼应的关系 搞政治的都知道 你在这个位置上坐 你在相当一个地方有没有呼应的人 坐你的靠山 朝中无人 莫做官 所以不是只有近距离的关系 还有远距离的关系 整个易经这些遥词 最后写出那么精彩 就是把所有这些遥本身的条件 还有遥跟遥之间的关系 组织中的人际关系 全部考虑进去 看看